资料图图片,韩联社环球网报道记者李慧玲,韩美新一轮关于防卫费分担的谈判即将举行,美国媒体就曝出特朗普想要韩国分担费用增加一倍的消息,韩国多家媒体时日以华尔街日报,为消息,原报道了这一内容,并认为这是在谈判前夕向韩国施压,东亚日报援引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, 美国总统特朗普想要韩国分担助军费用增加一倍,特朗普表示,韩国应该增加更多的助军费,每年分担16亿美元,支付5年,另外一位消息人士趁美国政府现在正施压,将韩国防卫分担费提升1-5倍,中央日报援引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趁,美国政府正在推进韩国分担费提升1-5倍的方案,尽管这低于特朗普要求的金额, 但是仍然是非常高的增加率,韩国方面对大幅提升分担费表现出无法接受的强硬立场,韩国总统文在寅已经向韩国官员们传达了没有分担超过,以达成一致意见标准的意向,另外,包括执政党在内的五个党的代表,已经向文在寅传达国会不接受增加金额的立场, 韩国中央日报报道说,目前韩国分担的驻军费为8-3亿美元,提升至16亿的话,事实上相当于要求韩国分担2-85万名驻韩美军驻扎费用的全额,韩美谈判在即,这算是赤裸裸的施压。 东亚日报报道称,有分析认为,白宫目前正在开展舆论战,以营造提高韩国分担费用的舆论氛围。 韩美旨在签订第十份防卫费分担协定的第十轮谈判,将于11-13日在首而举行,韩方认为,现行第九份协定年底到期。 考虑到谈判结果,还要获国会批准,若要那年完成所有程序定要在此轮谈判上达成最终协议,韩国外交部韩美防卫费,分担谈判代表张元三和美国国务院防卫费,分担谈判代表蒂默喜,被此将分别率团与会。 前一轮谈判于当地时间11月13-16日在夏威夷举行,虽然韩美双方在驻军费用总额等主要问题上取得部分进展,但欲为能达成最终协议。 一直以来,美方要求韩方分担在韩部署美国战略武器的费用,韩方坚持否定立场。 韩联社称,此次谈判,双方能否就防卫费分担总额,有效起,年增幅等找到交集是关键。 防卫费分担金是指韩方为美军分担的驻军费用,用于驻韩美军韩方人员劳务费用,各种美军基地建设费用,均需后勤费用的。 今年韩方分担总额约达9602亿韩元,约合人民币59亿元。 韩美自1991年启共签署9份防卫费分担协定,第9份协定将于今年12月31日到期,因此双方需在此之前, 就第十份协定达成一致,AD Survey at those 7000531。